上午讲了P2P,那现在我们就讲一下LINE 我们先从PPT上开始讲嘛 视觉器的基本变成一句 我们先从PPT上开始讲 那我们看我们的运动语句P2P 那P2P是以最快的方式 到达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中间路径不保证 然后line就是点 也是点到点的运动 它是让机器人从当前位置 走直线到达你指定的位置 这是line 到达你指定的位置A 同样它也是 新键运动语句line 这里边第二个LINE的缩写LIN 点击确认之后 它也进入了这个界面 line到哪里呢 到你指定的那个终点A 位置A 也是点击新键 键一个位置变量 用这个位置变量来存储 你的终点信息 然后 然后 这是走 那我们 我给你演示一下 现在你看 我们是 P2P到AP0 P2P到CP0 然后再从CP0 走一条直线 到达一个CP1 比如说我们用第七八九十 这个来做 第九行的下边 我们写一条 从CP0走直线 走到CP1 点击新键 你看运动语句里边 第二条line LIN 点击确认 确认之后 它就第一个变量 POS 冒号position 比如说 这个是存储的位置position 它的位置类型 它属于位置类型 然后需要建一个变量新键 点击左下角的新键 然后建一个 也可以建一个X position 可以建一个cut position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建一个cut position 然后名称是CP1 你可以修改 也可以不修改 范围是program范围 也可以是global 也可以是project的范围 都是根据自己定义的 点击确认之后 它的初始值形式是xyzabc 加一个模式的形式 然后这时候你就 手动模式下 然后三位点击坐标系 切换好 是事业坐标系 速度10% 然后上时能 三位看官上时能 然后走到你想要的位置 比如说 我想要的第二个位置 是在这边 是在 往y轴负方向来一下 往z轴正方向来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是作为它的第二个位置 点击视角 点击OK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位置记录下来 你看它记录下 x是920毫米 y负330毫米 z是993毫米 那点击确认 那它就会走到第10行 就是line到cp1 点击保存 你看我们编辑格式化一下 让它第10行对齐 对齐之后 然后我们从第7行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效果 先p2p到ap0 然后再走直线走到cp1 走直线走到cp1 先p2p到ap0 再到cp0 再走直线走到cp1 走到cp1 在p2p到ap0 p2p到cp0 组织线走到cp1 能看出来吗 还没走到cp1 这是cp1 然后p2p到ap0 然后cp0 然后走直线走到cp1 那这是我们停下来 我让它走到cp1 然后从cp1呢 我们想让它再走一条直线 走到另外的一个位置 cp1组织线 点运动一句line 组织线走到新键 走到另外一个cp2 cp2的位置 你重新试教一下 比如说你还是要让它 往外走来一下 比如说你这次想让它 往x正方向来一下 想让它往z方向来一下 比如说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想要的位置 点击时教 我可以确认 我们从底下看一下它的效果 先到p2p到ap0到cp0 再到再到cp1 然后再到cp2 走直线走到cp2 走直线走到cp2 然后再p2p到ap0 再到cp0 再到cp1 再到cp2 因为它我写了一个lope 让它循环五次嘛 这个有什么意外吗 可以了好直线 然后这是走直线 我们走直线的时候 我们还要看一下 它这里边还有一些东西 你看第一个是pos position 第二个是dyn dynamic 就是动态特性 这个动态特性是干什么的 第三个是圆滑特性 第四个是姿态插补方式 看一下dynamic动态特性 这个动态特性 就是设置它的运行速度 就是走这条直线的时候 是以多少的速度来走 还有它的加速度减速度加减速 还有它姿态的速度 姿态的加减速 就一共有这12个量 具体表现出来 我给你看一下 你走第十行 你修改它 第十行 比如说你走直线走到cp1的时候 让它以这样dynamic的一个速度走 新建动态圆滑类型dynamic 名称dyn0 然后第一个 你看一共有这12个量 对吧 这12量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PPT里边讲的 第一个就是pass velocity 是位置速度 就是走这条直线 末端tcp末端的速度 然后第二个是位置加速度 就是它以这样的速度来走 它是从这个点 从当前点走到你直线的末端点 走直线的时候 它是从静止开始走 开始起来的 起来比如说你这个位置速度设了1000 那它要加速到1000毫米每秒 那就有个加速的过程 这个加速度就是设置它加速过程的 那它从走到终点的时候要停下来 所以停下来 从1000毫米每秒到停下来的时候 我要有个减速的过程 所以减速会有一个pass decelerator 位置减速度 它这个加速跟这个减速不是云加速 不是云减速 也是有个就是变速变加速 所以会有个加速度的加速度 就叫加加速 就是加速度的导数 就是加加速 所以这四个量就标示它位置速度 TCP末端的速度 加减速过程 这四个有意外吗 我们一般一般改 就是只改第一个速度 位置速度 就是TCP的速度 特别是比如说你在焊接的过程中 你快速的到达作业点1 但是你从作业点1 走直线走到作业点2的时候 你由于这个板的厚度 板的材质 板的焊缝的夹角都不一样 需要你有一个这个行走速度 这个焊接公寓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会有一个它会规定好 你这个焊接速度是多少 以让你这个容身充分的 把这两个板就是关联在一起 牢固牢靠在一起 所以它会有个速度 所以这时候你设速度的时候 就要设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路径速度 就是它走这条直线的时候 以多少速度为止 多少速度走 6毫米每秒 或8毫米每秒 走这条速度 那我们设的这个速度 我们看一下 这个1500毫米 它默认的是1500毫米每秒 是自动模式下 百分之百的速度 是自动模式下 百分之百的速度 是1000 是毫米每秒 1500毫米每秒 嗯 嗯 嗯 百分之百是1500 你现在百分之三十 嗯 你现在 你最最终 这个TCP走出来的什么速度 你要这样算 这个默认1500乘以百分之三十 哦 那所以 比如说你想 让它焊这条焊缝是6毫米每秒 那你就要6除以这个0.3 啊 得出来的这个 所以到时候你要看 你是设的百分之三十 还是百分之四十 还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 它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用你实际焊缝走的 这个速度 来除以这个 呃 多少 就是你需要设置的速度 自动模式下 啊 百分之百是极限速度 对 对极限速度 百分之百的时候 就是它最大的速度了 嗯 呃 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还有就是 手动模式 你看 但同样是百分之三十 我们看在手动模式 就会看它走的比较慢 然后自动 你切换到自动 让它自动会发现走的快 那手动模式下 它百分之百的速度 是250毫米每秒 这个是不能改的 没有办法改 啊 手动模式速度慢 啊 这就是为了让你调试啊 就是你需要你 就是调 在调试的过程 就是用手动模式 在这个速度下走 啊 自动模式下 百分之百的速度 每个每一台机器不一样 你看这儿 这一台就是1500毫米每秒 它底层速度 是1500毫米每秒 然后你改速度 只能往低了改 不能往大了改 如果你想让这个底层速度 就是改大的话 你需要 需要在它的一个 我之后再讲 啊 一个插卖文件里边改 啊 需要来修改它的底层文件 里边的东西了 啊 就不能在试教器上来做修改了 在试教器上 你只能把速度改改小 就是它默认的这个速度是1500 就是百分之百最大的速度 啊 自动模式下百分之百最大速度 啊 那呃 这是前四个量 就是路径速度 就是你走这条直线 从静止开始走 走到一千毫米每秒 一千五百毫米每秒 但走到这个终点的时候 要停下来的加减速 啊 那在中间的这四个 Oriation Velocity Oriation Accelerator Oriation Decelerator Oriation Jerk 是什么呢 旋转速度 旋转加速度 你看它单位是度每秒 啊 就是你一开始在这个位置 是这种姿态 到最后走到这个位置 这种姿态 你不光路径走出来要这样 你这个姿态也一开始是这样 最最最最最最终要跟它一样呀 对吧 这个路径从这个地方 到最终跟它一样的这个过程 也是有个加减速的过程 啊 有个加减速的过程 所以它肯定也有 也有个这种速度 的规划啊 这种速度规划 就有加速度 减速度啊 啊 加速度的加速度 就加加速度啊 啊 都有学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中间这四个值的意义啊 然后我们看后边这四个值 什么Joynter Volocity Joynter Accelerator 和Joynter Decelerator 和Joynter Jerk 就是关节速度 关节加速 你看它的单位是什么 百分比 就是百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儿 你看它后边四个都是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百的速度 这就是这四个量就是设的P2P 如果你想修改它P2P的速度的话 就是这四个量 所以我们出厂默认的P2P 是以最快的速度来走的 就是设的是百分之百 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P2P太快了 你就可以调成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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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设了这个动态特性后 不设有什么效果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速度调的低点 这个激速度调的低点 就卸成100毫米每秒 然后我们把整个的设置速度 设得快一点 让其他的速度都快一点 走这条直线的时候 就格外的慢一些 然后看一下效果 我们从第七行开始 然后一定是自动模式下的速度 它手动模式是不修改它的速度 是自动模式下 你才会看出效果 我们上时能 然后开始让它运行 P2P 你看走这条直线就格外的慢 因为我 你看Line到CP1 它就格外的慢 然后你看这条直线就很快 同样都是直线 这第二条Line到CP2就快 Line到CP1就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让它走到直线 CP1的时候 以Dynamic0的速度 Dynamic流 我刚刚说了100毫米每秒 然后现在它就是乘以72% 就是72毫米每秒的速度走 那其他的都是以默认的速度 这个Line到CP2 默认的速度是多少 1500乘以72% 就能 就看出来效果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让它暂停一下 你可以 让它暂停一下 你修改一下 不设这个速度 看看什么效果 设上这个速度 大家下午练习的时候 可以这样试一下 你设上这个速度 看看什么效果 不设 看什么效果 你就能知道它是 为什么这样子 它具体效果是什么样子 你看不设它就很快 走低 走这两条直线是一样的速度 刚刚设上它就很慢 走到CP1就很慢 好 那这是Line到CP 这是Dynamic动态特性 这会正常用的 正常用的 那我再继续 这个Dynamic写到这里边 Line到CP1 是走这条直线 是以DYN0的速度来走 如果我写在外边 新建 然后设置语句 设置语句里边 你看第一个DYN 就是Dynamic 点击确认 我就是选择DYN0 点到外边 点击确认之后 你就看第八行 你看DYN口号 DYN0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 全局的速度 就是说接下来 走的直线 都会以这样的速度 直线圆弧 都会以这样的速度来走 这就是它放在外边 跟放在里边的区别 放在第十一行 这里边 就是说它只走 这条直线的时候 是这个速度 走其他直线按摩人的速度 那如果放在外边的话 那就是说 走这条之下的语句的时候 都以这样的速度 都以这样的速度来走 哦 这个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那 这是DYN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它这里边除了这个Dynamic 还会有一个overlap 这个圆滑 什么是圆滑 你看 我们如果走两条直线 从这个点 走到这个点 再从这个点 走到这个点 这样 就是从静止开始走 走到一定的速度 到这个点的时候 停下来 对吧 然后再从静止开始 走到这个点 你就会发现 它一顿一顿 一顿一顿的 这样走 走一些直线的时候 那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效果 你想让这样的效果 就是有一个圆滑 这样的 就是走路径的时候 走一个圆滑 速度它也会给圆滑掉 速度就是说 它不降速到零了 它就会这样子 这样子来走 不会降速到零 那 这就是圆滑 这个 这个大家清楚吗 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它在具体 具体 这里边是什么样 圆滑我们 我们一般就用 相对圆滑 相对圆滑 就是百分比的形式 你只要设百分之多少 它默认的是百分之二十 你可以修改它百分之 百分之 修改到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二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速度降到 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开始第二条路径 你设了百分之百 就是它速度 刚开始想要降 但还没降的时候 就开始第二条路径 这就是速度圆滑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想在两条直线间 两条直线间圆滑 你应该在上一条来写 就是你现在不是两条 两条直线吗 你想在这个地方有个圆滑的话 你要在这一条直线来写 写它的圆滑信息 就是说你在CP0到CP1是一条直线 CP1到CP2是一条直线 你想在这两条直线圆滑的话 要加在第十行 我们修改 我们把速度先不改 看第三个 Ove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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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圆滑 然后点击新键 点击新键 动态圆滑类型 里边有两个 我们只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REL的 就是相对圆滑 REL OVERLAP REL 相对圆滑 名称 这个圆滑的名称 可以自己修改 范围 它是什么 程序变量 还是全局变量 都可以修改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它默认是20% 你可以修改 比如说我试成100% 就是它速度 刚好要到速度转折的时候 它就开始圆滑了 点击确认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从第七行 开始运行一下 看看 能看出来吗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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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速度不降速 你可以看一下 你在不加圆滑 再看一下效果 什么样子 能看出来吗 这样能看出来吗 不光是它画的这个路径 你本身从它本体上 也能看出来 它会挺 就是它要降速到零的 降速到零 然后接着开始 第二条路径的 这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圆滑 嗯 对啊 用圆滑就是可以缩短时间 但是所以用 就是这每一条指令 都有它的好处 优点 优点跟缺点 它可以缩短时间 但它缺点是 不能保证路径 你如果确定的 要到达这个点的话 你就不能加圆滑 你要是想提高节拍的话 你就可以加圆滑 对于一些 中间的过渡点 就可以加圆滑 真正的作业点 确定要保证路径的 那些作业点 就不能加圆滑 只有这个 嗯 那今天 今天就是讲这些 啊 然后 后